週二凌晨 美國東北部新漢布什爾州的 迪克斯威爾和米爾菲德小鎮 按傳統 依然是全國最早開啟的投票點 兩個投票點受到了投給川普的16張選票 以及投給拜登的10張選票 佛羅里達州選民週二在投票點 排起長隊 第一夫人梅拉尼亞一早來到棕櫚灘投票站投票 擁有29張選舉人票的佛羅里達州 是兩位總統候選人競爭最激烈的州 2016年大選 川普在該州勝出 著名搖擺州北卡羅蘭納也開始投票 該州擁有15張選舉人票 目前川普和拜登在該州的選情膠著 川普週二回到白宮後 接受福克斯與朋友節目採訪 表示有信心贏得連任 並預測將獲得至少306張選舉人票 他認為自己將在佛州、亞利桑那州 和北卡羅來納等搖擺州獲勝 拜登週二早上再次來到重要搖擺州、賓州 其競選團隊認為拜登至少可以拿下 270張選舉人票 根據美聯社數據 大選日之前 至少有9810萬選民已經投票 是2016年總投票人數的71% 新唐人記者畢心慈、宇薇綜合報導 本週四三年代